早晨早晨 欢迎个video全面进场 3月17号 礼拜五 早上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 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宗消息 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在昨晚11点半钟 至到凌晨12点钟 池云山一带的电塔 是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有市民拍到一些短片 放了上网 从片中就可以看到 电塔在发生了大爆炸以后 冒出了强烈的火光 而且爆炸的情况 是不止一次发生的 事件导致全港多区 出现了超过160宗的运载事件 第二单消息 国际航空运输研究机构SkyTRAX 公布了今年的世界机场大奖排名 排在第一位的 就是新加坡章仪机场 至于香港国际机场的排名 已经顿到第33位了 也是自从2018年以来 连续第五年的下跌 今年更加第一次 被深圳保安国际机场爬头 至于在昨天早上 机场发生了系统故障 严重影响旅客办理登机手续 超过4个小时 其间 有最少12班机 延迟了超过半个小时 更加有旅客表示 他们因为系统故障 而上不了机 需要改机票 在讲到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有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 究竟昨晚 池云山的电塔 发生了什么 重大的事故 昨晚 有大批住在池云山的居民 报清 说听到外边是传来了阵阵的巨大爆炸声 而也有市民 特意拍了一些照片和影片 放了上网 从片中可见 在事发的时候 电塔突然之间大爆炸 闪出了一下巨型的火光 将整个天空都照亮了 除此之外 也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响 根据中电所说 在昨晚深夜11点26分 至凌晨12点06分 位于池云山的40万伏特高压供电系统 曾经是录得多次电压骤降 期间电力供应就并没有中断 部分客户可能就会遇到灯光转暗 或者是闪射的情况 部分对于电压改变较为敏感的电力装置 比如说升降机 可能因为启动了保护装置 而是暂停运作的 中电的工程人员 正是在了解事故的原因 警方说 深夜时分是接获市民报案 表示在飞蛾山山边有巨大的闪光 屋内的电力出现了异常 不知道各位亦有 昨晚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况 家里的灯可能闪了一下 电视机也闪了一下 电脑也闪了一下 甚至乎是有运车的情况出现的 希望大家没有遇到这些不幸的情况 消防署公布 在昨晚11点半钟到今天凌晨12点半钟的求助记录 全港最少有100宗的混逆事故 有20宗的火警中误明的情况 至于现场的消息 就说 中电的工程人员在现场了解过情况之后 就发现了 其中一个电塔的中央位置 出现了一些闪灯 但是那个电塔位置 原本应该是没有装有任何的灯号 不排除有些异物 曾经进入过电塔 但是由于 已经是黑夜的情况 未能够深入检视 需要等到白天的时候 再做详细的检查 至于在电塔下方的草地和植坯 就有被烧焦过的痕迹 估计是昨晚 电塔所发出来的火光而造成的 究竟那个真相是怎样呢? 当然需要来深入调查 究竟是中电本身的电网不稳 维修出现了问题 还是正如现场的消息所说 是有些异物进入了电塔 导致这么大的爆炸呢? 这些全部都查得出 如果说有异物进入 还有灯号闪闪闪下 我自己就怀疑 会不会有些盲目 夜妈妈的时候 去放飞无人机拍摄 不小心的操作下 就会撞到电塔 因为现在很多的无人机 其实可以配备夜行的闪闪 其实是很酷的 如果操作正常的话 究竟这是异物所造成的问题 还是 其实中电本身的电网维修出现了问题 这些一定会查得出的 我希望不是后者 如果你说中电的电网维修是有问题的 这就大问题了 这会不会有关系到 那些具有丰富经验的工程师 他大量走了去移民 于是乎就造成了一个技术的真空 使得在维修方面出现了多少问题呢? 当然现在还要去查 我都不会在网下判断的 我们一定在评述的时候要有跟有强 但我就不希望是后者 如果不是就很严重了 如果是纯粹二物撞击的 那这些是可以避免得到的事情 如果人财流失 造成到电网不稳的 那这些就没得搞的 很难解决的 希望不是这样 看看怎样 要查的这些 但是好不稳呢? 我就留意到 在前日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謝展环指出 今年展开两电利润管制协议的中期检讨 正是努力研究 能不能在中短的时期 增加输入能源的比例 那么他就重新 透过从内地引入清洁的能源 比如说是核电 是能够有助于短期内 舒缓到那个电费的压力 另外他还说 单靠本地建设太阳能 和风能设施是不稳定的 如果要降低 和稳定香港的电价 短期内都应该要考虑 从内地输入能源 那我就提出有几点的意见 第一 他说要输入大陆的核电 来稳定电价 老实说 大陆本身的电费都加了不少 虽然两地的电费还是有些差异 但是 如果目的 单纯是说要稳定香港本地电价 短期内要增加 从大陆引入核电 都无可考虑 但是中长期 你就不可以整天这样 被人拿着脚 对不对 你有没有思考过 比如说在香港 建立一些属于自身的设施 很多可再生能源 你可以考虑 风能 太阳能 潮值能 你有没有展开过相关的研究 这些都是无穷无尽的 是不是 有没有想过这些东西呢 另外就是 有没有想过要引入竞争 在电网上 你不要常常说 港岛就是港灯 九龙和新街中电 你引入竞争者的时候 他自不然就会通过市场手段 来到他有个调节的嘛 你只要是引入到新的竞争者 打破了固有的垄断 电价自不然就会回落的啦 只不过你特区政府 有没有个决心来到他这样做的嘛 现在摆明就是要 名益港灯和中电的 那么你这么多东西 为什么不打破这个固有利益繁尼呢 是不是 你是时候要做啦 不单止房屋问题要搞啦 这个电网也要搞啦 为什么没有竞争呢 是不是 好了 第二个的意见就是 謝展环局长就宣称 说大陆那些核电 是为之清洁能源 我是不同意的 因为核电本身 是不是一种结淨的能源 本身就是极具争议的了 你说它结淨而已 你说它不会排放废气而已 问题就是 核电是否完全零污染呢 绝对不是的 第一 核电厂是需要大量的海水 来进行冷却 于是乎 就会造成热污染 因为要排放大量的热水出海 在核电厂附近的海域 基本上就没什么生物了 因为你这么热的环境 你怎么生存到呢? 这是会对海洋生态环境 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 你是将整个食物链影响了 比如说珊瑚也是会百化的 那些生物自然就会走开 你没办法在那里 弥食也没办法在那里生存 第二个 就是核废料的问题 理论上来说 那些核废料 就需要做永久的风传 因为要整一百万年的时间 那些东西 才会危险性降低 万一在这一百万年的过程当中 那个核废料处置场 是有所泄漏的 都会影响到人类的安危 一百万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大陆自己经常标榜中华文明的存组 都是只有五千年这么大把 你在2023年的一刻 你怎么能够确保的那些核废料 可以安全地放置一百万年呢? 所以不是说完全没有污染的 你只不过是将那些污染 擠在核废料的处置场里面 这个其实就等同于赌博一样 你就要赌博一样东西了 那些核废料在这一百万年的过程里面 它是不会遭受到任何的天灾人祸而破坏的 比如说天灾地震 会不会震散了那个处置场呢? 又或者打仗 有些人特意去撩起这些东西的 那怎么办呢? 很多东西是不知道的 一百万年你怎么确保呢? 不要说一百万年 一百年也很难确保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赌博 你就赌博它不要漏 不要有外泄 就是这么多的 不是说零污染啊,大哥 不要搞错这件事情 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天灾或者战争的问题 这就是核安全的问题 喂 福岛的核电厂就是这样死的了 海啸 所以谁说百分百清洁 谁说百分百结症呢? 你看现在怎么结症呢? 一定会对于海洋生态有个严重的影响 虽然它尽量把放射水平降低 但是你说完全零影响呢? 我也不相信 再加上一件事就是 核电厂是由大陆来营运的 你是不是相信它安全的水平 是可以永远都保持到 运作没有问题呢? 是不是? 这个又牵涉到信心的问题 所以核电是否一个结症能源 我的答案就认为绝对不是 因为一次的洩漏事故 是足以对于生态和环境 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甚至乎是可以致命的 所以我对于核电是很有保留 接下来看看另外一件消息 Skytrex昨天公布了 本年度的世界机场大奖排名 头三位是哪些机场呢? 第一位是新加坡章仪机场 第二位是卡塔尔哈马德国际机场 第三位是日本东京羽田机场 羽田机场好啊 旧近市区 新加坡章仪机场也是好得没得顶 它本身就好像一个景点 弄得很美 很美观 至于香港国际机场又怎样呢? 哈哈, 厉害了 排名是第三十三位 比起去年再跌多十三位 去年还可以搬车边是第二十 头二十名 今年衰到是三十三 是自从2018年以来 连续第五年的下跌了 香港国际机场也曾经是辉煌过的 是八次获班全球最佳机场奖项 但是对上一次呢 已经在讲2011年了 哈哈 就是 哎, 驱往已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早 新加坡爬了头 这剂就没有了 逆转了 香港机场为什麽衰落呢? 就是因为你特区政府自己愚蠢了 喜欢玩撩臂 你就撩咯 是不是? 喜欢玩隔离 你就隔离咯 你喜欢赶客就赶 你成功了 求人得人 是不是? 现在才说 要说好香港故事 香港事故就有得给你说好昨天 搞到那些旅客 check in 登机都说不行 怎样说好香港故事呢? 这个是说好香港事故 那些西人 不停拍片 走上去Twitter 叫虎连天 伸到树叶都落 哪有这样安排 根本上比第三世界国家 这样搞法 那一会儿再说 说回排名先 今年里面呢 就有两个大湾区城市的国际机场排名 超越了香港了 这个深圳保安国际机场 就从57位升到31位 哎? 刚刚骑着香港 哈哈哈哈 厉害了 是不是? 广州白云机场 去年呢 就已经是爬了香港头 去年第18位 今年就跌到24 但是比香港更高 但是都... 哎...一旦一旦啦 是不是? 始终你都是... 排不到头十名 是吧? 第一位的始终都是新加坡机场 好弱 是不是? 我也说他好弱 好的就要赚 我不是特意要... 嘩... 就是... 掌他人志气 而是人家好的 你应该要去学一下 你香港的机场是很大的问题 那些商铺 喂... 差不多十七九空 要么是落宅不开的 你想怎样呢? 搞到现在还是这样的 你说要恢复的嘛 那你说要搞旅游嘛 尤其是很多市民投诉啊 在做了出警手组以后 在后机大堂 很多店铺也不开的 晚上做坏 只要去一间热食店铺也说没有 那怎么办呢? 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去 那些机场贵宾室的 是不是? 那其他一般的市民又怎样呢? 其他的旅客又怎样呢? 不是人啊? 所以你就是做得差 就是做得差 你做得肉酸、做得醜 对吧? 应做的不去做 放宽又放得迟的人 那你现在的机场里面的商店 又不开你想怎样呢? 对吧? 那张仪机场 一样是受到疫情重创的 那但是现在那个旅客的人次 已经是重返到疫情之前 八成的水平了 那明年之前 那个乘客量 就会完全回复到2019年的程度 哎呀,我都说他真是好 人家就是... 抢薑就抢得好 你香港在那里慢吞吞 被人抢了 转机客又没了 那怎样呢? 啊? 现在在那里送机票 你省得好过啦 派给市民好过啦 你太迟了 做这些事情 你这一枝这样 被新加坡去抛掉 你再追赶回十年、二十年 都很难追得上去 除非人家出现特大事故 就是touch wood说一句 要不然你很难的 大哥,是不是? 哎呀 做官那班都不紧张 有什么办法呢? 是吧? 好了,我们看看昨天 机场那个 系统出现故障的问题 昨天清晨开始 离境大堂A至E段的跪位 登机服务受到了影响 行李带停止运作 提着一个行李箱的乘客 几乎逼爆了整个离境大堂 当中还有很多是外籍人士 大量的乘客就鼓吵 有职员不停走来走去 不知道在做什么 今天旅客排队 整个半钟以上 才完成得到登机手续 但是有很多旅客 宣称错过了原定的航班 机管局机场运行 执行总监姚兆聪 向受影响的旅客自协 自协是没用的 赔钱都过了 每一个受影响的乘客 省了他五千元 自然收爹 真的 麻烦你给钱 说来也没用 等四个小时 命都没有 这样排队法 罚企叫人家 那些长者怎么办呢? 长期病患者怎么办呢? 捏低了 这样排队法 真是神经病 机管局说会吸取教训 当局在检查期间 会主动关闭 原先运行的网络系统 并且测试备用的系统 可不可以成功 在原本系统关机后接力 测试的过程没有问题 但是重启交换器的时候 发现电脑系统讯号不稳定 为安全起见 重启系统 姚绍聪总监解释 这些网络系统有时就好像 塞塞的 但是你只要reboot 即是重新启动 那就没事了 至非你这个重新启动 影响了那些旅客四个小时 哥哥 他还没有发现那些仪器故障 但是具体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 系统讯号不稳定 这是非常抽象的说法 你哪一个电脑系统有问题 可不可以详细地向市民解说清楚 你讲完等于没有讲的 那个原因是 就是说电脑坏了一样 哪一得坏了呢 坏了些什么呢 是不是 机管局就说 昨天早上7点15分开始 就进行系统恢复 到9点15分就恢复正常运作了 期间有5班的离港航班 延迟了大约30分钟 不过明报根据机管局的网页统计 最少有12班的航班 较原定起飞的时间 延迟了半个小时以上 游车大炮 冷处理 淡化这个问题 不知所谓 受影响的乘客 就真的很惨了 其中一个叫做周女士 她排队排了两个多钟头 你说坐飞机已经到了 排两个多钟 去到跪位才知道 她要搭那班航班飞了 一度给那些职员要求额外 三个人多给六千元要改机票 即是卫卫收两千 后来她打去航空公司的热线理论之后 跪位职员才说不需要補钱 这是个国态 垃圾 你的系统出现问题 还要乘客付两千元 膝头对上就付 你每个人赔两千元都不为过 老老实实 还要人家付钱 幸好不用付 但是 由于她有些延误 她应该是要Claim 旅游保险 即是如果她有买的 这些是可以赔的 离了大谱 如果欧洲 其实 规定了 持三个钟或以上是可以赔的 这些有没有呢 我不知道 香港要看你买的旅保那间的机构 她的条款是怎么写的 另外有乘客批评 说机管局的职员 就完全没有交代到 那个情况是怎样的 现场也是没有任何的广播 只能够等航空公司的职员走近 乘客才一窩蜂地追上去问他 就得知是电脑故障 那乘客就批评 你发生了这么大件事 都要靠那些旅客主动去问 大家要口耳相传 这就是第三世界的做法 是不是 有什么不让人知道 电脑坏了 公布出来就可以了 为什么不能说 是不是 有什么问题 就是要臭屎勿袋 报起不报忧 怪不得你的排名33 下年还低啊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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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